瘫痪坐輪椅的孫子 阿嬤這六年來全心全意照顧 孫子原本是高院工商舉重隊議員 因為回母校子官國中 幫忙搬運颱風天青島的樹木 一時失足被樹木壓到瘫痪 他們提告求償 更以審判決 共賠1633萬元 一提起學校事發後的態度 阿嬤火氣就上來 一路打官司就像洗三溫暖 一審橋頭地緣認為 林高義是自願幫老師忙 不用負賠償責任 上訴到二審逆轉 法官認為有因果關係 子官國中應賠533萬元 全案再上訴到更一審 最近判決出爐 林高義癱瘓影響未來 勞動力和生活自理的費用 扣掉原判賠的金額 要須再賠1100萬元 我這樣死還好 不過我也不接受 我還要這麼多討論 二審已經勝訴了 其實我到現在 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二審判決的賠償金 現在一毛也沒拿到 因為身體健康關係 林高義改讀四季夜間部 原本想靠舉重成績 拿獎學金 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 人生的意外差距全變了掉 校會等收到判決書之後 再跟學校的委任律師 還有我們的上級單位 再來商討研議 總共1600多萬的賠償金 學校如何支付因應 校方說一切等收到判決書 再研議討論 對林家來說 殘送六年的官司 儘管心力交瘁 但為了孫子 阿嬤會盡全力討回公道 我不是我的 我沒有幫你感受 TVBS新聞林一邦高雄報導